大家好我是奈妮 奈妮就是有一段时间都没有更新YouTube 然后连FB的动态也没有更新 就是很不好意思 因为前一阵子工作比较忙 然后我身体又不太舒服 所以就 就是比较没有心思去经营其他的事情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就是这个口罩 这种立体式的口罩 这种口罩我之前也有分享说 你要怎么去画 画他的版型 只是这个 这是比较简单的口罩 你看他 你看他的版型就其实还蛮简单 你可以 放在桌上然后照他的形状这样描起来就可以了 对 所以他其实没有很 这个这个版型其实没有很困难 然后 可是他 他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上面这个 这个地方 因为他 这里没有穿铁丝 所以 你在带的时候他会觉得有点松松的 然后 然后我又很不喜欢把松紧带剪很短 然后整个 好像 把你的脸颊勒紧这样 这样子的感觉 对 我 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 而且天气又热 我就觉得 好像 就是你带东西带的 把自己包得很紧好 然后会更热 更热的那种感觉 那我今天要分享就是 其实你在里面穿一条铁丝 我今天用的这个是包胶铁丝 那你也可以使用就是 一般的铁丝 可是如果 他只有一条的话 可能会比较 他的那个固定效果会不好 所以我会建议你多绕 把铁丝多绕几圈这样 这样子他就是这样子 固定你的效果会比较好 那 那我现在要准备来 来 来住了 那其实还蛮简单 你就是从这边 从车缝 车缝处挖一个洞 然后把铁丝穿进去 穿进去之后你再 在下面这个地方然后车一条固定铁丝的车线 这样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 好 那不要再废话 那我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先做好记号 其实这条铁丝我也是大概减一个长度 你可以戴上口罩之后然后去量一下你的铁丝的长度大概是多少 我先做好一个记号 我做什么东西好像都很喜欢画一个记号 就是 可能没有安全感吧 那你就画好记号 好 画好记号之后呢 就开始拆他的车线了 如果你没有那个 没有缝纫剂的人你也可以尝试用手缝 那 手缝其实没有很 就是需要一点耐心 好 那我只要挖一个小小洞就好 不需要太大的洞 你就把 你刚刚挖的洞 然后 打开就可以了 我刚拆 拆的是表面的压线 不是里面的车线 哎呀 好 那拆好之后呢 你就看到这里拨开有一个小小洞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铁丝穿进去了 那我现在要做一件事就是你先不要把铁丝穿进去 你先把 你先去车缝一到你要固定铁 铁丝的那个 车线 对就是这个地 这一段距离 你先大概 你 先把你的铁丝放在上面然后看一下你要车缝的宽度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这样 就是 可以把铁丝 乖乖的 可以把铁丝然后包着看刚好 你塞进去塞进去的时候也好塞 好你就大概车缝 我大概抓一下大概5车缝这样的宽度就可以了 那你就先车移到 从这里然后车移到压线 车移到压线然后 大概 车到对你可以车一个摸字形这样一圈摸字形 车好之后再把铁丝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呢你再把 再把最后这个风口的地方 车缝起来就可以了 那 那我先去车缝好了 好 那这个压线我已经车好了车好之后你就可以看到 可以很清楚看到这样一道压线 那我 我车的距离比较宽一点 因为我刚 那个 宽度车的太刚好 所以我刚那个铁丝要穿进去的时候会不好穿 那你也可以先把铁丝穿进去然后再 在车外面这一道压线也是可以 然后就是 看你自己好不好用 然后我我现在呢就是要先把铁丝穿进去 就我 其实我还蛮 就是还蛮喜欢先把压线车好之后然后再把东西 穿进去啊 就像那个松型带的 松型带 的 裤子也是一样 我在穿松型带的时候也是先车好压线然后再把松型带穿进去 因为我很怕会去车到 松型带啊或者是 然后 这种铁丝的话我也怕会去车到 因为车到的话那个车针一定是会断掉的 好 那穿过去之后呢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他就是有 就是有达到说他有一个塑形的效果 对 就是下次我要戴的时候我就可以按照我 我的那个 就是鼻梁的那个弧度啊 然后服贴我的 脸颊这样子 对 那这反口的地方你就是再撤一道压线把它固定起来就好 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你会喜欢这部影片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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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